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小龙宝前来干客 西叶发现赶忙后撤 此时小虎裹大阿闪出手拉回西叶 西叶在交大为时以外 被小龙宝一脚踹死 这波就能看出发条阿闪真的很难反应过来 对面突然反击秀蒙两人 2018年LPL夏季赛RW队长EDG的比赛 6分钟杜一臂杀到下路进行绕后 Mako一看果断嘲讽控制 随后杜一臂就是一个阿闪直接拉中两人 塔姆一口吞下 然后塔下干掉Mako 随后四人安全撤退 小虎极限阿闪让人看蒙 2017年LPL夏季赛RW队的京东的比赛 6分钟江国与新一为了一个F6在这里大打出手 双方中单全来支援 与此同时 上当莱特曼传送绕后 就在此时小虎出其不意的阿闪直接拉中两人 虽然两人击杀香锅 但是自己就很难逃掉 Let me闪现出击 最终完成收割 所以就像他们采访中说的嘛 这支队伍RMG看下像个整体一样 但是飞机被支援过来 发条这边状态不太好 红色风亮一个TP落地的是一个阿闪 短暂的要形成一波一个阿闪 看一下灰天灭地 继续交出闪现 但是反倒由飞机拿下一血 自己的命伤当场与对方换名 阿闪两巴掌拿到Double Kill Rookie恐怖阿闪极限反杀 2015年LPL夏季赛IG队长危机的比赛 26分钟Rookie没得挖掘机干个果断 一击阿闪直接瞄准 VN瞬间将其秒杀 这一波Rookie的操作真是胆大欣喜 第一年打比赛的尾神赛场首个发条阿闪 2014年LPL夏季赛老干年队长W的比赛 25分钟W众人开龙 尾神赶忙前来围堵 开出急跑不想被垂石勾中 危机时刻 尾神一击R闪直接拉中三人 瞬秒盲森 瞬间扭转战局 卡萨丁击杀微笑后再迂回打团 尾神也绕道赶回 最终老干年队友陆续赶到 先杀垂石再杀草莓 大嘴想跑也被勾回 最终完成团面 这一波可见尾神是多么的天才 对了 这已经有了 有了 有了 让他尼加断一下 好 大嘴这边 尾神了过来 尾神了过来 尾神被勾了一下 但是尾神也跳进来 龙华是拿到 但是盲森已经被秒了 微笑也是跳到塔 跳到高地 但是实际里面直接招闪现 受到了微笑的人头 张义来了 有点难了 机前的血量不太够 闪到后面去 大嘴仍然想要打 被萍丁一个勾勾出来 在外面被收拾掉团面 我打龙磚团面 看下刚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条最后一丝的血 盲森承接成功 把这大招是给自己拉 哇 闪现拉的 这个很亮啊 直接给自己球 闪现拉到了微笑 我刚真没看出来 看重播才看得懂 而且他刚刚是借小炮大招 然后加闪现出的这个大轮外吗 他大招是被推出去了 他进那个小炮圈的话 还是用闪现 然后给自己大招 还是先放大招 然后再放闪现的 对 在职业赛场上 总是有无数经典 为我们上演 呆梦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 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 让我们震惊的时刻 如果你觉得呆梦视频 做得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 评论 收藏 支持一下 如果你和呆梦一样 喜欢英雄联盟 喜欢职业赛事 那么一定要点过关注 收听呆梦视频 带你体验 不一样的最佳盘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